酒駕刑法在今年的三月份上路 罰則是比之前還要更重 但還是有人會以身釋法 比方在昨天 臺中是有一名男性 因為酒駕不配合吹氣 還表明說是故意的 最後又拔腿狂奔 最後被警方圍捕 以辣椒水壓制 至於在高雄是今天的凌晨 有民眾酒駕撞斷了路燈 還卡在安全島的樹叢 他們都被警方送辦 台中警方十八號下午 在南屯區領東路與建公路口 執行交通機車守望勤務 發現一名余姓男子騎機車閃避 藍茶發現渾身酒氣 隨即逝世酒測 但男子不配合吹氣 態度輕挑 余姓男子忽然拔腿狂奔 遠景追捕後 直接以右手臂 將嫌犯撂倒在地 並使用辣椒水才順利壓制 雙方都有輕微擦措傷 這名男子已經酒測 結果酒測值為零點八一毫克 全案依公共危險 及妨害公務罪嫌依送法辦 無獨有偶高雄信心區十九號凌晨 也有酒駕事件 一名王姓男子與友人飲酒 駕車想要返回住處 卻在民生民權路口失控自撞 車禍現場一片狼藉 路燈被撞斷橫躺在路上 車內安全氣囊也爆開 索性沒有波及其他人車 王姓男子僅有腿部輕微擦措傷 無聲明危險 酒測值為零點八二毫克 警方訓後依違反公共危險罪 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也呼籲民眾飲酒後切勿駕車 以免害人害急 介紹明豐彭安群 陳煥宇 許正俊 台中高雄報導